觀眾朋友 昨天深夜 國道客運又發生非常嚴重的車禍意外 一輛Aloha的國道客運 在昨天深夜將近晚上十二點 也是晚上十一點三十九分時候 從岡山開往台北 一上國道之後不久 就撞到中央的分隔島 直接導致六個人死亡 十一個人受傷的 這樣的一個慘劇 可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 死亡的人很多是沒有吸安全帶的 在半年前也是在國道 蝶戀花客運發生那麼慘痛的教訓之後 大家說好心的拜託 你如果要送國道你安全帶 不管你坐哪個圍 不是說坐駕駛後面安全門旁邊 才要吸安全帶 你只要坐上客運 你為了自己的生命著想 就把安全帶系上 可是昨天那場悲劇 大家發現說 其實做國道客運會吸安全帶的人還真的不多 可是昨天呢有吸安全帶的呢 很多都只受到輕傷 為什麼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國道客運 這些慘痛教訓之後 我們依然沒有辦法 第一個包括強制立法要求 所有只要你做國道客運的乘客 通通都要系上安全帶 第二個為什麼民眾的這些觀念呢 還沒有達到說 為了自己跟別人的這樣子一個幸福 安全生命著想 一定要照顧好自己的這些 所謂的健康安全的這些問題 再來一個是說 那究竟如果我們立法強制要求 所有的乘客系上安全帶的話 執行面真的可行嗎 而是不是真的能夠保障國道安全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遊覽車商業同業工會 全聯會的副理事長 馬錦中 副理事長你好 大家好 感謝 再歡迎是交通委員會的立法委員 中嘉賓 大家好 馮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系的副教授 理科從理老師 大家好 資深的社會記者 羅友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來看看昨天那場悲劇 到底是怎麼發生 發生車禍意外的阿羅哈客運 已被脫離現場 放在國道地棒站停車場 車頭嚴重凹陷 整輛車左側玻璃 全數破裂 車框扭曲變形 一早檢方前往勘察肇事車輛 先檢視外部毀損狀況 接著進入客運車內查看 紀元署檢察官是有過來現場刊驗 那他有踩了一些激震 那因為其他的市政 我們都還在還在收集中 所以目前目前是有待說 市政收集齊全之後 我們再做最後的現場還原 判斷他現場的原因是如何 這起客運車禍發生在十一號 深夜十一點多 從高雄開往台北的阿羅哈客運 才從岡山債客上國道沒多久 失控插撞護欄 釀成六十十一傷重大意外 客運無性駕駛 頭和腳受傷包紮 到警局接受偵訊 國道警察指出無性駕駛工程 是為了閃避前方一輛未亮燈的小客車 車輛從外車道往內偏移撞上護欄 接著車輛再往前滑行 撞上道路指示門架 六名乘客收到撞擊力道 從車內往外拋不知身亡 其中五名罹難者集中客運左側 過程當中大概相信有180公尺才停 那我們研判的話應該是最後 他是撞到門架 撞到門架以後他車子才翻證 不然可能他來阿羅哈車子 他可能會側翻 甚至翻過對向車道 阿羅哈客運代表出面致歉 強調後續醫療費用及實則理賠 公司一定會負全責 同時表示無性駕駛 休息19小時才發車 沒有疲勞駕駛 而造勢車輛都有定期保養 將配合檢方釐清 是2011年掛牌 開始營業到目前 剛好是6年 那這位駕駛呢 也有10年以上的 大型車駕駛經驗 那雖然他自我們公司 才5個月 但是這5個月 並沒有違規或是違法紀錄 接受檢方附訊後 無性駕駛被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 移送橋頭遞檢署 高雄市勞工局也前往高雄分公司 調閱派車單 初步未發現違規 不過無性駕駛前一天 凌晨3點才反抵高雄 晚間10點又出車 被排了雙頭班 勞工局將要求業者說明 排班管理狀況 記者綜合報導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車禍意外悲劇呢 現在有幾個說法 駕駛自己的說法是說 突然間頭前出現一台 讓作為幽靈的車 不知道怎麼出鏈 前出場 沒有開車燈 這是駕駛的說法 但是這個說法 可不可背信呢 有行車記錄器 所以檢方呢 就是等檢方的檢查報告 第二個呢 行車記錄器呢 有顯示出來說 在出事前呢 這輛車子的車速是一百二十公里 速限是一百一 它開到百二 是它真的開到一百二 還是說呢 是行車記錄器呢 有問題 這個也要再進一步釐清 再來呢 那會不會是謊神呢 明明頭前那台車就開在頭前了 你沒看沒去注意到 那謊神會不會是因為疲勞駕駛呢 阿羅哈說呢 這位司機呢 已經休息了十幾天 十九個小時才又上路 所以沒有疲勞駕駛的問題 可是他的行車記錄呢 是在昨天凌晨三點多到高雄 休息十幾個小時 昨天晚上十點再又開車 這樣有疲勞駕駛嗎 見仁見智 就是早上三點外開車開到高雄 路車休息 然後到晚上 晚上十天晚上十點再又開車 現在有三個原因 這都還要進一步追查 我們來看看 這個事件 在昨天深夜十一點三十九分 接獲報案 那主要是在國道一號北上 岡山路段 他要跟高雄跟台北 跟江山剛才站起來而已 從高雄發車到臺北 現在講說疑似是為了閃前面那一台幽靈車 左側撞到中央分隔島 然後左側玻璃全部碎裂 等下看 為什麼撞一下 當然速度很快 撞一下呢 左邊的乘客全部都被拋出去 是車體設計有問題嗎 還是是真的就是意外呢 那如果說真的是意外 那只要所謂的有插撞 那難道類似車體的乘客通通都會有這樣子一個悲劇嗎 這是一個問題 再來發生車禍之後 左側輪胎爆胎車頭毀損 多名乘客被拋出車外導致六死十一傷 那車輛算新 兩年也差 二零一一年八月才出場的 下一次定檢是九月二十六號 車輛車級都正常 那駕駛有沒有問題呢 馬上去測沒有酒駕 然後呢 這個無邪松駕駛 開了十年以上的大型車 也沒有重大違規紀錄 我先請教副理事長 初步來看到底哪裡出問題 其實來講駕駛員有在說 他有看到一個幽靈車 可是我不曉得行車 就我們一直都沒有看到 我不曉得到底他是不是 就是主人講是不是恍神 可是這點凸顯出來一個就是說 台灣駕駛在對意外狀況的處理 並沒有受過訓 這是我們一直在跟公主總理談的 就是說台灣駕駛除了你會開車以外 你碰到意外狀況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在這個價值的養成教育之中 都缺乏這一塊 因為就算我們現在有公主總理的回訓 大部分也以書本的知識 或是看錄影帶為主 實際上來講的話 你對意外的處理 像這種高速公路速度這麼快的時候 有義務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台灣的法律來講 如果大行車 前面有一台小行車 他違規以後 你碰到他以後 你的行責很重 因為你從後面撞到他 不管你是在高速公路或什麼 你從後面撞到他 職業駕駛的行責都很重 因為法官的見解是這樣子 可是在國外來講 如果你看國外的卡車 如果他如果沒有錯 他在線內 按照速限走的話 你在這邊停下來 你被撞到的話 行車講法是不一樣的 那副理事長綜合你的話 就是說現在的職業駕駛 開遊覽車 大客車 國道客運的 只要突然說 有這個所謂的三寶 或是幽靈車 突然切到你的車道 或是突然怎麼樣的話呢 駕駛會本能或是受過的 那個也像 對對對 可是這個閃是錯誤的嗎 閃要看 你要看你當時的車速 這要受訓練 如果開到百里 閃就閃就閃什麼事情了 對對對 因為你要瞭解 你的車怎麼樣閃 不會翻車 就跟臺灣的警察 在開他們在開追逐的時候 他們也是會受訓 國外警察就是這樣 臺灣駕駛人就缺乏這一塊 你的緊急安全教育 在駕駛人的養成過程中 並沒有受過這一塊 他雖然開十年的車 他並不會 他不曉得 他會碰到這種狀況 他心裡面 他因為他 他如果真的 因為我看他的狀況 他把路邊這塊護欄 整個都起火燃燒 是 真的他沒有翻過去 算是萬幸 OK 那不過是到底有沒有 那一臺幽靈車 對 這個是駕駛的說法 就是我們其實還要保留 對對對 可是呢 從早上凌晨三點到高雄 晚上十點再發車 這個對國道客運的這些業者來講 這樣的安排是正常的 這個其實來講 在所有客運來講 因為其實我們公共有修了運輸業管理規則 就是說一個人來上班以後 他來公司打卡以後 到他下班 不能超過十二個小時 這個九月一號就實施了 這個委員應該知道 按照這個法律來講 他當天早上回來 三點鐘回來 到晚上 他已經上班超過十二個小時 因為他是待命時間 到底有沒有待命 因為你三點鐘到站以後 車要回站 還要再整理 他到底幾點休息不曉得 其實來講 我們不管說運輸業行業 其實來講 都在臺灣來講 都是一個學和工業 我們希望說 運輸業管理規則 這次修法以後 能破除這樣的 以前的漏洗 讓駕駛員真的好好休息 我希望這個 讓大家普及都知道 因為不管是 其實來講 臺灣 我聽運輸業講句話 就臺灣很大一個問題 運輸業缺工 這很事實的問題 運輸業真的缺工 不管你市區客運 國道客運 遊覽車都缺工 可是如何去吸引 改善我們的環境 這個就是 我們其實來講 最近的一次 我們在世大運的時候 柯P其實要感謝 我們這些遊覽車的人 我們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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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些人 選手達到他最大的滿意度 可是如果按照國外來講 我時間到我就下班 柯P大概就被人家罵 臭頭 所以世大運期間 你們所有都違法的 不是違法 我們是敬為國家在爭面子 這樣說是比較好聽 不過我們其實也是特別 一個重要資訊 要去查有沒有那臺幽靈車 還要再去查 Aroha講說沒有司機充分休息 是不是真的業者 所說的是事實 因為按照現在的運輸業管理規則 是有問題 這個包括檢方跟高雄市勞動局 都要去查這件事 可是委員要請教你 我們說那個安全大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還要檢調 再進一步去追 才有真相出來 可是呢 原因不知道 但是結果是拋出去 都是沒吸安全帶 都會出很大的事情 所以有六個人死亡 那明明在碟戀花半年前 發生那樣的事情之後 我們就說 應該要立法強制 所有的 所謂的大顆車 通通都要吸安全帶 不管你在哪個位置 但怎麼立不了法呢 來我這邊把一些資料調出來 這是碟戀花的照片 是 你可以看到車真的上半部 全部產平不見 到座椅為止 這是這次發生的 Aroha的情況 車身基本上 他的防側滾的鋼圈 是ok的 但是車窗都破了 那車窗座位上的人不見了 那如果以這兩張圖來對照 其實在碟戀花的事件 我也提過質詢 也就是說 到底那時候 碟戀花他在爭議的 大概兩個嗎 一個是車體老舊 第二個是駕駛的疲勞駕駛 是 那又有人提到安全帶 但那時候安全帶 並沒有成為碟戀花的 主要的說規避傷亡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這樣的產業狀況 就算吸安全帶 你吸安全帶都打平了 那這樣吸安全帶 乘客的保護在哪裡 但是這一次 我想看到這個情況 大概就是說 如果有吸安全帶 就不會被車窗甩出去了 是 乘客是有救的 所以在這一次安全帶的效果 就更為顯著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處罰 條例當中 已經有規定 我們的第三十一條 就有規定 汽車駕駛人跟前座 以及小客車的後座 在一般道路 就是要吸安全帶 那在高速道路 跟快速道路當中 罰則更重 那司機要告知 那如果司機有告知 而乘客人不遵循 那乘客要罰 司機有免受罰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前座 目前的規定 就是小客車的後座 跟汽車的前座 前座就是前面 沒有座位的叫前座 所以從這個圖來看 前座就是這些位置 那這些位置如果以這一次 我們阿羅法的事件來講 顯然的不是只有這些位置 需要吸安全帶 連靠窗的位置 你都要吸安全帶 這次都不可以了 對 因為目前的條例規定 是前座要吸安全帶 小客車是包括後座 那因為阿羅法是大客車 所以大客車 在我們的目前法條規定 當中 他是前座要吸 那這些就是前面 沒有位置叫前座 那駕駛人也是要 要吸安全帶 所以這幾個位置 就是依現在法定 要吸安全帶的 那如果依現在的法定規定來說 顯然的不夠 應該是全車都要吸安全帶 那如果全車都要吸安全帶 目前的第38條 就要做修改 那但是在第38條 他有規定 就是一般道路跟快速道路 跟高速公路 是都要細 前座都要細 只是罰則不同 可是實況上 就出現問題了 假設說這不是阿羅法 這不是長途運輸 這是市區的公車 那公車只要上下車的人坐到這些位置 那司機要告訴他你要吸安全帶 那坐那個位置要有自覺說 我這個位置要吸安全帶 不是全車都細喔 這幾個才需要吸安全帶 請問有多少搭公車的人 他會知道說 我坐這幾個位置要細 坐其他的位置不要細 也就是說 在現行的法律規則上 他其實呢 他把一輛車 大客車當中 部分要細 部分不細 反而造成了乘客他本身 他的自我風險管理觀念 他不夠明確 但是到我們到日本 或到其他國家 其實你只要一上車 導遊告訴你喔 你們安全帶系好了 司機才會開車 這句話非常有效 我們所有的在國內的乘客 可能都聽不懂 但是到了日本呢 我們馬上懂 因為只要我不吸安全帶 那個導遊沒有檢查完之前 司機是不會開動的 所以全團的人怪怪都在安全帶 後來呢 還嫌說 不要再導遊提醒的 互相提醒 你安全帶沒下 快點快點沒辦法開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其實呢 目前我們看到法令固然 可能要進一步的 在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上 可能大客車 全車都要吸安全帶 因為在快速的情況之下 乘客有可能 不是只有前座 連坐在窗子的人 都可能被甩出去 所以呢 未來修法 可能要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 大客車的全車旅客 要納入吸安全帶規範 是 但是怎麼去落實 現在的規則 已經有要吸安全帶了 可是我們有看到搭公車的人 搭大客車的人 在這些位置上的人 有吸安全帶嗎 那目前的業者 他有要盡告知的義務 那目前有用各種方式 譬如說用影片 用麥克風宣傳 或者說大個貼紙 問題是那乘客不細 有人去懲罰嗎 有人去處罰嗎 其實坦白說 在同一個車上 你說司機跟導遊 他會去處罰你嗎 他會去檢舉你嗎 你沒有吸安全帶 顧客沒有吸安全帶 有人會知道嗎 那但是呢 我們看到的是說 包括乘客的自我風險管理意識 跟業者 對這樣法令的落實要求 不是說嘴巴講講而已 像我們說的那句話 在日本 導遊告訴你什麼 你沒有安全帶 手機沒有開車 大家乖 乖乖 就跟我們走 對不對 到日本都知道 在大客車上 每個位置要吸安全帶 為什麼回到臺灣來 我們就不細了呢 在臺灣的法規 又是規定部分要細 部分要不細 所以很多人說 我這個位不需要走 其實你其實坐下去 你的位置有安全帶的 就是要細嘛 是啊 沒有安全帶 就表示那個位置 沒有依法要吸安全帶 所以我只要坐下來 看到安全帶 就表示要細 這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我們怎麼去落實呢 所以目前修法 只是一個途徑 譬如說 我們是不是修法要求 高速公路上的大客車 所有所有都會知道 安全帶 這要修 但是未來修法之後 怎麼落實 包括乘客的自我風險 意識管理 還有包括業者 其實剛剛談到過勞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也有 也有進步的空間 像我們去英國 我們導遊說 大家不要拖拖拉拉的 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沒有在九點之前 回到飯店 司機明天十二點才可以 這個司機明天十二點以後 才能出車 原則上他是說 如果在八點之前 放司機回去休息 是 八點 他還可以來旅館接大家 八點大家出門來得及 司機經過十二小時休息 充分 對 晚上八點前休息 第二天八點 他開車來接你 他有充分休息 但是你只要過了九點 這個司機不是第二天 九點來接你 他十二點才能出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夜間加班過勞 所以不是依照你的工作時數 當然他們規定跟我們一樣 八小時 最多加班不能超過四小時 所以一整天一個司機 他不能行駛 不能超過十二小時 而且這個十二小時不是連續 他會規定 每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要給司機休息三十分鐘 不是給乘客下車尿尿 是要給司機休息 所以我們在國外的旅遊場 都發現說奇怪 有什麼車要停車 這有什麼好看的 不好意思 我們要趕長途 時間 司機的休息時間到了 所以請大家 這附近剛好有個什麼地方 我介紹你看一下 其實那裡附近也沒什麼景點 那就乖乖地下車 跟著導遊這樣繞一圈 要給司機休息 所以我是覺得說未來的立法 我們會參考其他進步國家的例子 越來越細膩 對司機疲勞駕駕駛的預防 對我們乘客自我風險管理意識的加強 還有當然這次我們看到了 其實碟鏈化事件之後 某個程度上來講 這都是不幸的事件 但是至少我們看到 他的車體的要求上是有進步的 可是還是有些美容不足 為什麼車體沒有損毀 乘客會被拋出窗外 除了沒有吸安全帶之外 有沒有其他因素 我是覺得這要進一步去探討 比如說我們在每次的事故當中 血淋淋的教訓告訴我們 我們都還有要改進的空間 但是不能只關靠立法越趨越嚴 罰則越趨越重 其實業者的自律管理 乘客的自我風險管理 我是覺得包括說對駕駛的疲勞駕駛的預防 這些都是需要同步以進的 我再彙整一下嘉賓剛剛說的 其實司機能不能知道 該系安全帶的人有沒有系 其實在技術上很容易克服 譬如說我們駕駛 你後面還是你自己安全帶沒弄 他那個燈就會指示就會亮起來嘛 那指示說如果說有乘客沒吸安全帶 紅燈亮起來 司機可不可以就車子停旁邊說 那個誰你給我系起來 不然我就是不開車 這樣有的這個司機到時候投訴到不像話 但是呢就算我們法律了 譬如說呢 我們現在的小客車後座是要吸安全帶 但也許大家扪心自問啦 你坐計程車你坐別人開的車或是你在你的家人你在你的朋友坐後面的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有戲 不管是上高速公路或是在平面道路 法例的大家不去做不去執行不去遵守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們現在的法是什麼呢 剛剛嘉賓也談到 我們現在已經立這個法樓 大客車 我們現在是管大客車的位置 不管大客車行駛的什麼樣的道路 也就是說不管你是開鄉間小路啦 開所謂的市區公路啦 開快速道路啦 開高速公路 你只要坐在這幾個位置的 這上來這兩個 這兩個或是後門或安全門旁邊的這兩個 或是中間這樣 這樣一緊急煞車 你就會嚕到前面來問司機什麼事的 這個位置 通通都要戲 那我們來看看 因為車種的不同 所以其實他規定的不同 但是就是大原則 剛剛中嘉賓講的 前面沒有位置的那個位置 就一定要吸安全帶司機不算 這個是不同的安全的這些要求 可是這一次Aroha的教訓是說 我們只要求這些戲是不夠的 因為這邊的人通通都被拋出去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現在大家要做國道客運都要做得很舒服 很寬敞 很豪華 很尊王這樣子 所以他位置會很高 位置會很大 然後一出事呢 剛好你就在玻璃的上面 玻璃不見 你人就再見 那我先請教一下李老師 首先我們是不是真的應該要非常嚴格 快速的通過一個法律 只要行屬快速道路 國道 所有的大客車上面所有位置 一定要是安全帶 我非常同意 一定要快速的立法 然後呢 我覺得同時也要去教育民眾風險管理的觀念 像我們這個行事一 就前面沒有緩衝 那在一般的 比如公車 四驅公車 那個是OK的 因為你前面沒有緩衝 一定要綁安全帶 那前面有緩衝 有座位的 你就可以萬一碰撞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稍微緩撞的功能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一個比較簡單的規定 可是我們車子一上一旦上了高快速道路 所有的座位都必須要系上安全帶 我們以前在宣導系安全帶的時候 確實碰到一個困難 那系安全帶以前的功能不太好系 系的時候容易鬆脫 他沒辦法隨著我們的車身的這個幅度去做調整 可是現在安全帶的功能非常完整 他只是綁的時候 你有時候你不是一次不能到位 你只要再重新再調整 可是你綁上去之後呢 他是非常舒適的 所以他沒有像以前綁安全帶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正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讓我們去督促所有的民眾 一定要有風險觀念的觀念 上國道 上快速道路 做國道客運 每個座位都必須要系上安全帶 每個座位 每個座位 那我再請教席老師 我們來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們剛剛在網路上抓的 其實你在新聞上也都可以看到 這就是昨天深夜出示的這台阿羅哈 說實在這個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車體還算完整 因為他沒有整個扁過 所以他其實是這個車體還算完整 可是你來看一下這個 這都還在喔 這個側柱都還在喔 可是我們來看看這樣子一個高度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剛剛談這個位置是高過這個車體 扶手在上面 扶手在上面 那好像說我就坐著這個刀 這個管道啦 如果在地上還是稍微人給我遮一個 我不用說也拿下去 我如果是做這個高度 你再怎麼把我塞 怎麼把我油 我頂多是靠到這邊而已 當乘客的位置都高過這個車體 當扶手都遠遠高過車體的時候 你只要不系安全帶 只要一晃動 只要玻璃一破碎 你人當然也背出去 對 因為他的車身是挑高的 連座位都跟著挑高 所以整個的重心是比較不穩定 這安全的過 基本上目前是符合我們的相關車身的規定 這就是必須要去做檢討 這票價還比較貴 對 因為這種做起來比較舒服 這看得比較遠 出事就飛得比較遠 這安全的過 不是 其實來講 這個我們在自己業者 其實我們門親之為 台灣的法律 遊覽車所有的大客車法律 限制在三米五以下 其實來講 國外也有同樣這樣座位的車子 可是他的高度到三米六 三米七 就是因為台灣的法律 我們也一直也跟VAC在探討說 為什麼你把大客車的高度 限制在三米五以下 以現在的造車技術來講 高度不是問題 反正是以車體設計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很多法律 那種思考性的 是以二十年前的觀念來看 現在的汽車技術 所以說為了符合現在台灣的法律 才會造成這樣的打造方式 所以我們就是顧此施筆 你看 它會還要創一個便室 你這可能還可以聽 它沒有聽那個又插USB 有的沒有的 所以他要在墊高 下面才可以用什麼電的一些儀器 還要抓人 這樣會 所以他椅子要墊得更高 然後又做得更寬敞 那可是呢 車體高度有被限制 對 所以他只好這邊一直墊高 你不用說也拚下去 可是有志大哥你怎麼樣看 昨天那場教訓 剛剛副理想講到那個車體設計 我跑的新聞 這幾年來 每一次都 我想你們剛剛念的這些 我應該寫新聞寫一百次以上有了 我們不管怎麼檢討 會一樣發生同樣的事情 我無法理解 今天公祭明天忘記 這個是大家已經朗朗上口的事情 我先講一個車體好了 光今天這個車體 大家又開始檢討的時候 這個玻璃跟這個人體的高度 是不是有問題 你看我們的車體不斷的在檢討 我說以前我們光講最前面的那個 蝶煉花 還有那個之前發生的事情 整個車體彎掉 那不是都閃開嗎 也是跟副理師講一樣 3.5為了要符合3.5 我回來了要重新再改裝 把他用的跟一樣 所以我用接的 用接的之後 我只要那個司機也是為了要降低車速 所以去挖旁 結果是滷下去 回去 第一個第一個過勢的方法 我告訴你 那個蝶煉花是怎樣 那時候他去滷那個山坡 是 整個頭 你就算機安全帶 你摸的剛好 因為已經漸過了 你的頭在這裡 山坡這樣滷過去 所有的上面的人全部都過勢 這是一種方法 還有一種像你 蘇花公路 你會記得嗎 蘇花公路 那時候不是那個 創意旅行社 整台車上面搬下去 那時候你就算 你沒吸安全帶 你就慘了 為什麼 那個遊覽車裡面 變成一台人碰 那個人好像在裡面 山坡一樣 你一直滲下去 一直咬 如果你沒有機安全帶 你就在裡面 就像山坡一直咬 你機安全帶 不是有那個翻滾測試 反而你還可以能夠 自己生命可以保持下來 我們不斷的在檢討這些車體 可是我們到底 有沒有一個標準的規則 可以不要再有一次六個人 十六個人 二十六個人 我覺得我們還 到現在還找不到一個方法 譬如說 剛剛一直在講安全帶 安全帶 我覺得乾脆就直接全部 你法律 像剛剛中委員 我很期待他 他剛剛說 已經快要把他全部都 就快點 為什麼 事關的 是執法人員 不是說我們法律 現在大家先訂 這樣趕快去做 我覺得那是一回事 你要讓警察上去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執法的實況 你警察如果一齊 我要把你檢討 來 你那個安全帶 我放開 我把你開多少 哪一條啊 沒有 就台灣刁 就嘛 台灣人最勇敢 我今天不一定會射到我 今天不一定不是我 可是警察上去一定會罵一頓 可是今天如果你法律 直接給他訂得死死的 我跟你講 警察要登記記錄也好 大家都有法源依據 大家都可以 該怎麼辦 我另外一個講的是說 我很懷念一個法律 就強制戴安全帽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如果印象沒錯 應該是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 就已經立法通過了 可是我們真的 強制開始執行 是什麼時候 九十幾年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人 非常非常的龜毛 台北市長 整頂強力給我執法 那時候連slogan都出來 流汗總比流學好 還記不記得 大家人人上口啊 大家都知道啊 然後那些恐怖的影片 開始在外面放給你看 連交通 你交通規則 你只要出車禍 交通講習的時候 我就放給你看 大家開始把這個東西 看出去之後 現在反而不戴安全帽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可是那時候大家覺得 戴安全帽好熱喔 很不舒服 那中間這一段的流程 跟大家從不戴安全帽 戴安全帽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有人強力要去做 如果有人強力去把它執行 去把它強力取締 不管屏東 不管是台東 不管是台北 只要有人開始做 整個大家下去之後 我相信一定可以 漸漸把這觀念帶上路 可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都是 夫婦頂來 夫婦頂來 包括法律到現在 還在要不要全部 記得啦 真的趕快 讓這些員警 也有上去 也有法律遺跡 趕快去做 趕快拜託 其實我在四月份質詢的時候 我就給 看大家看日本 日本 他早就規定喔 連司機 如果乘客 後座乘客不戴安全帽 他會行政處分 如果是遊覽車 要被紀點 那日本的交通 交通法規呢 他是規定 他說其實乘客 也有義務 他在平成二十年 就是二零零八年 他開始後座托到戴安全帽 二零零八年 我們現在二零一七年 賣了人家九年 然後他說安全帽的分類呢 是哪些呢 如果是自小客 你一般車 是都是要義務 通通要 那如果是大客車的話呢 在一般道路是免除 就是可以不用 在高速公路是義務 就一定要 這是日本的規定 其實我是覺得 把日本那一套拿來看看 就是差不多了嘛 那日本人告訴你說 車速的關係 為什麼市區道路 他可以免除 不是義務 因為如果你是在四十公里 撞到了車子 大概從三層樓掉下來 如果是六十公里 相當於從五層樓掉下來 如果是八十公里以上 就從八層樓掉下來 請問大家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一百公里 你如果沒有吸安全帶 就相當於從十層樓以上 摔到地上來 我們看到人家在跳樓 在找戲啊 那如果我坐在一百公里的 車速的車子上 我不吸安全帶 萬一發生事情了 就是等同於從十層樓以上摔下來 就是說強制要求上國道快速道路的 所有大客車的所有位置 都必須系安全帶的這個立法 有立法委員反對嗎 我們是沒有反對 我們是要求 但是其實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還給交通部一個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說有科學證據 那為什麼立不了法呢 好 其實我這個在四月的時候 我就說啦 我說他希望說交通部告訴我們 這是日本的例子 那是不是日本不對 我們臺灣才對 你要告訴我啊 那說不定你要告訴我說 結果日本這樣做是對的 那我們就跟著做嘛 那結果半年過去啦 我質詢半年了 我今年四月的時候質詢的 我們要求他提供數字 那告訴我們目前道路上 死亡事故上 系安全帶的相關關係 我們請交通部要提出來 那交通部目前呢 我們看到在報紙上的說明說 他們已經在內部呢 研修規則了 但是我們在立法院說 其實你研修規則 立法是我們的事情嘛 我們可以趕快立法 但是立了法之後 民眾接不接受 這個我們要共同來宣導嘛 那如果說我們那時候 特別給他一個寬限時間 我說你趕快找出一些科學證據 告訴我們系安全帶 跟安全有關 然後呢 這個什麼時候要系 我們目前的死亡車禍 跟安全帶沒有關係 你趕快讓我們可以來宣傳嘛 OK 那我等一下請請問嘉賓 就是說那這個法案 如果要排進去 還要排多久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應該很快 應該很快 但是快也拖了半年多 也是不效果性 不過我們來看看 有系安全帶跟沒系 在昨天那場車禍 差別在哪裡 車禍現場玻璃碎滿地 好幾名乘客 倒臥在國道上 有的還是在國道護欄被發現 這些嚴嚴一息的乘客 送醫搶救後 還是宣告不拒 這起重大車禍造成六死的悲劇 這名國姓男子當時和太太在車上 都被拋出車外 國姓男子腹部受傷 他的妻子卻沒了呼吸心跳 原本說好要一起到台中看兩歲的兒子 現在卻天人永隔 在裡面分了好幾圈 搬了好幾圈 我自己搬了好幾圈 是不是還有特別的 趕著找我老婆對不對 救護人員則是跟時間賽跑 一邊推傷患一邊急救 傷勢較輕的乘客回憶當時發現 是系列安全帶保命 撞擊後儘管自己也受傷 還幫忙救人 協助啦也沒說幫 就是可能稍微扶一下 國裡也睡一遍 印象中協助多少位出來 好像一兩顆而已 核信乘客說 一上車他就系了安全帶 因此撞擊瞬間沒有被拋飛 只有受到輕傷 阿羅哈客運也說 司機有提醒乘客要系安全帶 但目前營業大客車沒有強制規定 全都要系 而交通部打算要修法 來保障乘客安全 所以你們就業者或者是駕駛的角度 怎麼樣看待 強制要求所有乘客系上安全帶 我們來看看 其實如果你用行政命令 也早就可以做了 根本不需要立法院 交通部其實認真多做點事 這個很快就過了 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說 今年四月公路總局就會把草案 送到交通部去審查 預計十月底會公告上路 那要求業者設固定標示 或播放影片 但有沒有效呢 這個再看 法律的部分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有說今年七月公路總局 要把草案送交通部審查 十月要完成立法 但是九月初就發生這種事情 那全車四歲以上 全車 全車都要強制系安全帶 沒有 就要發三千到六千 遊覽車業者說 現在安全帶的規定都沒有落實 取締上真的有困難 他不系我駕駛可以停在路邊 要他系嗎 其實是可以啦 因為你是違法嘛 然後呢 但是呢 遊覽車業者說在執行上 真的很困難 如果你又再多訂一條呢 叫做老名 如果乘客半途自行解開 怎麼辦 我說大肚子啊 那個肚子太大 打開怎麼辦 你是要罰誰 罰乘客 罰駕駛 還是要罰遊覽車客運業者 交通部說 修法是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 問題不再處罰 依照現行安全帶的規定 沒有聽說取締困難的問題 現實層面做得到 其實還要講 我們跟交通部 這個問題我們探討 開過很多次會 最重要的問題是 要罰誰 因為台灣的駕駛人員 像如果剛剛像委員講 如果不信安全帶不開車 大概客人要打電話公司 你給我換個司機來 問題點就在這裡 沒有啦 你對這個老客人說你坐北京 我們這間不需要幫你打 因為我們現在遊覽車很可能 大家都刺不到 有行李就要做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因為台灣真的來講 我們現在職業駕駛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他沒有尊嚴 在國外來講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那如果說乘客 已經被司機充分告知 口頭上也講 也有清楚的標示 然後呢 所有的規定都講得很清楚 那當然是罰乘客 對不對 可是要舉證困難 舉證單車上不都有那個監視器嗎 監視器 沒有辦法 買票也可能刷卡 你就知道怎麼坐這個圍的 沒有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你檢舉以後 難道說這個公司 你就不要叫他的車 所以你認為就算立這個法 在執行上也做不到 因為其實我們遊覽車業者來講 是很贊成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問題 我們遊覽車發生很多問題 就是說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因為台灣遊覽車是非常豪華 大家喜歡在上面唱歌跳舞 一踩煞車全部飛出去 我們已經遭遇過很多這樣的案件 我們很希望說真的強制立法 乘客好好坐在你的座位上 有安全意識 不要再造成走來走去送歌單 或說什麼造成這樣 其實司機的壓力很大 只要有一個出事 司機整個心理也不好過 而且還被罰 還被祭典 當然 當然 不過李老師 你怎麼看在執行面跟立法程序 我覺得要罰乘客 對 乘客他是整個的主題 但是司機也可以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循序漸進 當然我們如果能夠像 像像日本那種方式 但是最好 但是我們大概就是說 我們有廣播 然後完了以後 司機在開車之前 去巡視一下全車 看看是不是都系上 然後做勸導 當他有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如果乘客沒有系安全帶 就完全就罰乘客 如果沒有做到提示 跟巡視的這樣責任的話 司機就祭典 我覺得採用這種循序 見證的方式應該 主要的目的是 要促使每個乘客 有系安全帶的習慣 當他成為習慣的時候 他不綁也會不舒服 我拿計程車來做例子 我們其實我們現在的法令 就是要求所有小客車 不管你在哪裡 後座要系安全帶 對 但是呢 其實也真的很少說警察呢 站在旁邊 除了九側以外 說你後面那個沒戲拍張照 然後呢 去問那個小黃司機說 你有講嗎 有齁 來 這個乘客什麼名字 先拿出來 看多少 在執行上 連小黃都這麼難 更何況是大客車 你要在國道快速道路上 把車子攔下來 然後馬上上去 發現哪一個人沒戲 然後開他單 很難耶 其實不是 我講遊覽車 有乘客被罰過 可是都罰我們公司 因為警察的 他的障礙機 長鏡頭障礙機 他在高速公路上 他在拍違規的時候 都有拍到過 我們有 這樣就可以罰了 就可以罰 因為他這樣拍啊 就看到你乘客 沒有系安全帶 就寄照紅檔來 結果叫我們 因為他也不知道乘客是誰 對對他就罰公司 所以我們這點 就是跟公主人 我們有跟他宣導 可是還罰我們 這種是無辜的受害者 所以在執行面 就會有困難嗎 這個其實我覺得 如果按照歐美的 執法經驗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 我們的後座 一定都是系安全帶 因為他在取締的時候 他就會去看乘客 在後座有沒有系安全帶 其實我建議遊覽車 或者是我們的客運車 下閘道的時候 警察去做抽檢 類似這種方式 然後抽檢完之後一上車看 沒有系安全帶的乘客 就問他說 司機有沒有做宣導 有沒有巡視 如果他都有了 那乘客單 就必須要負起這樣的責任 我覺得可以用 某些這個執法的技巧 是 再盡量不擾民 不會耽誤到行程 下閘道就是一個好的點 老師我提這個 因為臺灣真的交得很容易 然後下閘道 如果你哪一台車下來 那就是交通大堵塞 對 剛開始的話 就是就是非常 不是很頻繁地去做抽檢 因為其實來講 在高中原來收費站裡面 他現在都有做大客車燃檢點 然後現在也有開始實施 我們車上不是都有監視器 但是那個可以拿來做 所謂的這種舉證 大概很難做為佐證 因為他不是那麼地清楚 對 去做試驗 但是理想都很好 但是你要執行就很困難 而且你自己也要看 他在反轉台的時間 好啦 你就算調出來 監視器來看 我說我現在不舒服 我先透開一下 我透開 我去變瘦啊 我剛好讓你合作 我其實還要自己起來 所以很難去中間 因為我跟我是跑社會的 我跟警察比較接近 聽太多他們每次在執法上的抱怨 那真的很難去取決 像你跟他說小黃就好了 他看到警察說要自己發 我剛才透開而已 我們真的有跟你說嗎 我有說 我有說 你沒有說 我看火啊 你有錄影帶嗎 也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跟我說 你是不是要罰小黃司機 我覺得齁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當然重罰是我比較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齁 我們常常去忽略了很多東西 然後去退而求其次 去犧牲另外的東西 譬如說像剛剛老師講的 大哥在雜道去淋檢 我個人是不太贊成 因為我跑社會新聞 我一向非常反對警察 用淋檢的手段 侵犯入權的手段 然後達到保護人民的作用 這是我非常不以為然的 因為如果大家在國外生活過 都知道那路是八線的 還沒中你把它封起來 你現在是封什麼意思 對人家來講是這樣 那尤其在酒駕 你動不動設個淋檢點 在那邊做酒駕 不如給他重重的罰 譬如說世界各國的酒駕 對我們都很重 三十萬一百萬那種數字 或者殺人未遂罪 為什麼台灣都是十五萬二十萬 那你再用這種 把你的路封起來方法 去做傷害大家的事情 來成就幾個人 我覺得不對 但是我贊成用重罰 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應該是 宣導強度要夠 那個宣導強度不夠 就會造成那台灣的人民 我剛才說過 我們最勇敢了 我們什麼都不怕 現在不論到我 就像拼了 今天不一定我會輸 今天我上車不一定是我 誰知道窗戶旁邊 這六個人會飛出去 像是要搏人會破去 那不知道 你今天一定要宣導的強度夠 你那個畫面 包括交通宣導 甚至在學校裡面 甚至是在我們的那個活動中心 跟老百姓的宣導 那個強度都要夠 當你不夠的時候 人民會無感 當你無感 你看每一次 我們都是要出事情之後 我們才會去修謀一個東西 是 你看包括邵小林的事情 因為斷了一隻手臂 是 才開始後座系安全帶 是 那個強度要夠到說 我會痛 看起來我會怕 今天我還沒有看到 我們今天門新自問 這十幾年來 我們哪一次的宣導 不管是國小裡頭 或者是新聞裡頭 甚至是交通 是個教室裡頭 哪一個的宣導強度 讓我們坐在那邊的人會怕 會去做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感受到 我以一個新聞媒體記者來看 我沒有感受到那種強度 所以我覺得在重罰跟強度 如果兩個都還做不到的話 我真的只能講 臺灣人民No.1 你真的世界勇敢 你還不吸安全帶 我也沒辦法 不過有一個荒謬的是說 其實大家講說 要怎麼立法 要怎麼重罰 其實你會說 命是自己的 是啊 你不去吸安全帶 還要別人來罰你 還要別人來檢舉 還要別人來做廖罵 跟你協商 這真的是很荒謬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要推動 系安全帶 要強制 這個立法 為什麼到現在 沒辦法做 但是做了 為什麼大家還是認為 執行上會有困難 為什麼大家對自己的生命 這麼的不在乎 事故現場好幾名乘客 倒落在國道上 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後還是不治 只收到輕傷的乘客說 要是沒安全帶 撞擊瞬間也會被拋飛 安全帶救了許多乘客 但現行法規 營業大客車上國道快速道路 除了司機旁座位 前後車門 以及安全門後第一排 還有後排正中央面向走到座位 要吸安全帶其餘都沒強制 今年二月蝶戀花旅行社車過釀成33死 一換起修法全車系安全帶的聲浪 但至今七個月 新法案還躺在交通部 交通部表示過去只修一條法案 行政成本太高才遲遲沒修正 現在會加快腳步 預計今年農曆年前上路 而下個月國慶連假 也會要求業者加強勸導 他不吸引我們還是沒有 沒辦法要求他請他一定要吸 他不吸就請他下車不可能 因為現在消費者意識抬頭 發課程業者表示為了乘客安全 目前都會撥宣傳引帶 也會請司機口頭提醒 所有乘客都吸安全帶 但沒強制前很難要求乘客遵守 而即便修法真的要求全車系安全帶 如何取締也是另一個難題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 波美來統計一下國道出車禍 到底是什麼樣的車輛什麼樣的原因 以及什麼時段 我們來看看到底國道為什麼變成 這個叫做亡命之旅 這幾年下來呢 A1就是說出事之後二十四小時死亡的 這叫A1類的事故呢 小客車還是佔大多數 不過這樣也不代表說 小客車的危險性比較高 因為小客車是數量多 所以出事當然就那個件數當然是高 小客車呢在A1類呢 在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五年呢 是一百二十件 然後呢 小再來是小貨車 再來是大貨車 大客車呢 是八件 這八件都是出事之後死亡的喔 所以是極為嚴重 你如果去A中 那都沒有在這個統計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個部分 那什麼原因 最重要呢 這個叫做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你看蛇行啦 變換車道你也不會打風向頂啦 還是說你倆的我來就外去啦 最嚴重叫逆向 高速公路還可以逆向 還常常發生才會 然後為保持安全車距 這個也是重要的 為注意車前狀態 這其實是關聯的啦 就像這一次公那個 如果司機講的是事實 突然間一個幽靈車出現 就是表示你沒有安全車距嘛 或是你沒有注意前面的狀況 還有拋錨為採取安全措施 那當然也有像是車輪跳斷裂啦 或是輪胎爆了啦 或是有很多人用那個 所謂再生胎 那肚子抬起來 那樣的 這個是事故原因 我們再來看看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什麼時候最危險 如果我們看受傷人數呢 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 這個受傷人數最多 不過這個也不代表說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這個時候呢 車子多乘客也多 所以受傷的人就多 我們要看的是死的部分 死亡就代表更嚴重的事情 或是劍術的部分 最嚴重最危險的時段呢 是落在凌晨到兩點 凌晨兩點這個時間 三個半天到早上兩點 最容易出事 出事呢 就是很嚴重的死亡車禍 第二個危險車段 路時段呢 就是凌晨四點到六點 換句話說 就是精神最不計的這兩個時段 而昨天那場車禍 就剛好是在半夜十二點左右發生事情 我再請教一下副理事長 所以是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發現這些問題的話 其實來講 我們看這表格來講 因為其實來講 光客運車來講 他的夜班跟日班 就會講會跨在同一天 其實在國外來講 是不會這樣發生的 就像昨天那個司機一樣 對對對 他國外來講他們排班 就是說你要跑夜班 前一天一定整天讓你休息 這整個工作天 跟你你的 瞭解 這個天出不一樣的觀念 是 因為其實講台灣客運車 我們一直在想 班次這麼多 你想昨天那一台大客車 才載十八個人 他是屬於大眾運輸 還是屬於那種豪華旅遊 所以他 因為他載人數少 所以他班次要開得多 是 可是這個來講 你的 你的到底員工數量 夠不夠 公務總局其實來講 要查核你的員工數量 不夠的時候 他們其實來講 他們班表到 報到公務總局去 你員工不夠的時候 公務總局 要負監督的責任 李老師我們有需要 對夜班的駕駛有更高的工時要求嗎 對當然 因為通常這個 就我們叫做低意識 駕駛的造勢的機會是最最高的 因為所以我們這個國道科技 還安裝了這個 什麼防撞警示 然後車套偏移 都是基於說 你如果低意識開車 你就不太會有安全的 上面的一個很好的顧慮 是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要在夜間排班的規定 要更嚴格 讓他有充分的休息 這第一個 預防他低意識駕駛 第二個就是這一次的阿羅哈車輛 他有裝防撞警示系統 而且他開了一百二 所有國道科技 都有超速警示 都會嗶嗶 那很多想 乘客沒說有嗶啊 對他把他關掉的可能 還可以駕駛手動關機 對駕駛啊 對因為他會覺得他一直很 聲音一直不然吵 所以我是覺得 任何的科技的警示 一定要跟著我們國內的 比如跟車的駕駛行為 跟我們駕駛的習性 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警示的不一定要用聲音 他會用什麼方式 會讓他感覺到警示 知道你超速了 那如果你跟前車保持距離太近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的 全部的國道跟車都跟得很近 所以他就不斷地提醒你 警示你 他覺得太吵了把他關掉 其實我說一個笑話 國光客運有一批十台新車 就裝這個 然後新聞也有上 吵到客人去投訴 對啊 就把他關掉 所以他那十台車沒有駕駛 就是你離前車太近 一個嗶嗶嗶嗶嗶嗶 還是說你突然平行飄移 都會嗶 就嗶到客人受不了 去投訴說 我不要坐熱車司機也不要開 這是個笑話 對啊 他那個功能不能按照 國外的駕駛行為 把我們國內的跟車行為的 這個這個模式 要模擬在我們的這個 偵測跟警示的功能 不過我們也是看到所謂的國道客運 發生車禍都是非常嚴重的車禍 從之前的蝶戀花 到今天的這個所謂的Aloha 為什麼問題一再發生 我們再來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類似悲劇 國道大客車的重大車禍頻傳 一年多以來就有四起重大車禍 其中此傷最嚴重的就是今年二月 蝶戀花旅行社賞鷹團遊覽車 在國道五號翻覆 車頂還被消掉 多名乘客被拋出車外 導致現場救援困難 而這起車禍總共造成33人死亡 事後家屬質疑司機過勞 車體不符規定 依業務過世致死罪提告旅行社8人 不過後來市林地檢署認定 事故主因在於超速駕駛 但司機已經死亡 所以全案被告8人都不起訴 經過徵結之後 認為犯罪協議不足 前案予以不起訴 生生火焰不斷從車體冒出 去年七月 這輛載著陸客團的遊覽車 在國道二號發生火燒車意外 車裡25名乘客和一名司機都受困 最後逃避不及被燒成礁石 燃燒得相當迅速 那在第一時間如果沒有辦法 透過這個前後車門還有安全門 來逃生的話 那事實上它的一個逃生的機率 是相當低的 兩個月後全案針結 桃園地檢署認定 因為司機泼汽油自焚而煙火 昨天深夜有一輛客運 在國道岡山路段 一次為了閃避車輛不及擦撞護欄 造成6人死亡11人送醫 一次又一次的國道大客車車禍 造成的死傷都是血淋淋的教訓 究竟要如何避免悲劇重演 政府必須提出更多對策 不過有志大哥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這歷年來的這些重大車禍 03年尊榮跟小貨車油罐車相撞 然後火燒車六個人死亡 核心為了散違規超車的大拖車 翻覆三個人死亡 又是核心司機打瞌睡 三個人死亡 統聯追撞別人的車 四個人死亡 國光電視機起火 兩個人死亡 然後玫瑰石這個運通路客團 所謂的自焚 這個最匪夷所思 然後二十六個人死亡 蝶煉花一日遊 這個行程 然後疲勞駕駛沒有減數 三十三個人死亡 然後還有說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國光天雨陸華視線不明 一個人死亡 如果出事都很嚴重 有辦法拼命 這每一個造勢的後面 我們每次寫的原因都不一樣 我已經 你看光第一個尊榮 就跟這次很像 數量也一樣六四 尊榮那次是怎麼樣 尊榮那次 這裡面有大概很多都在採訪過了 尊榮那次 就是兩個車子 本來發生車禍 油罐車跟一個小貨車先撞到 停到路邊 結果尊榮 我們講 就像剛剛副理事長講的 你那些 你遇到那種突發狀況 跟你閃避不及 你怎麼去做 沒有 一直一直一直撞下去 結果後來又衍生出什麼問題 原來尊榮火燒車 有什麼火燒車 因為他把那個座椅 把它夾在那個安全門旁邊 安全門被座椅擋住 所以你先司機 沒辦法處理突發狀況 撞下去之後 問大家要衝出去 還打不開 你為了夾在一個人 夾賺兩百塊 你把座椅放在安全門那裡 這個座椅還害死整車的人 你看光一個事件 就兩個原因了 有沒有 司機的反應 加上安全門 後面這邊 每一個全部都有責任 光安全門 我們要講幾次 金鐘你還記不記得 健康火燒車 這是第一個 安全門打不開 總委員你還記得 因為安全門打不開 整個小朋友 全部都擠在後面 跟這一次的那個大陸 不是也是一樣嗎 九具屍體 全部在安全門找到 安全門已經講幾次了 光在這裡頭 可以找出六次以上 整個十幾年來 可以找出一百多次 全都是安全門 那我們安全門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怎麼到現在安全門還是安全門 你現在如果觀眾有時間 你現在計時幫我唸一百次安全門 我看你唸多久 可是我們這一百次 為什麼到底還是發生在安全門呢 我們沒有去檢討 這幾個重大車禍的原因 只是一直讓他的再發生而已 包括再生胎 你剛剛講的嘛 再生胎有沒有發生過 有啊 很多耶 2007年就在核心客運 高西羅路段那個地方 永公路也有一個啊 一堆那個公司出遊 加上阿公阿嬤要進香 經過我們那個陽明山永公路 也是再生胎崩起 車拔下去 後來檢查出來再生胎 現在難道這裡面 沒有再生胎問題了嗎 現在法律是不準的 可是是不是有人在漏洞裡面 再去便宜行事 就是說每一個責任 我剛剛念了多少 司機的反應 安全門 再生胎 車體結構 剛剛講的整個弄車兵 車體結構在永公路 那時候也有一次 每一次的車禍 都有它的原因在 那每一次發生 還有講到司機過勞 更早了 其中我直接跟你講 飛狗巴士撞消費站 你記憶著那一次司機過勞 後來司機有沒有死也沒事 公司有沒有事也沒事 整個都一直在檢討司機過勞 我如果要再重練的話 就浪費大家時間 可是事情解決了沒有 沒有 我們到底有沒有什麼決心 把這些問題一口氣解決 我現在看不出來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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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客氣 別放心 不管多久 都不會太久 我在巴士站等了很久 都沒看到人 所以你說 幸福家庭的節目內容是 三十分鐘完成一道料理 對吧 不過有一道 我一直不相信 是家裡鍋子能做出來的 而且 我先到回家哪 腳路 沒辦法等了 片頭自卡二十秒後 退掉了 來 十秒後進現場 你們這些年輕人 絕對都沒有了解 這麼做朋友的心情 就覺得 陶貝跟太太好像沒有那麼需要我了